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场面一度十分的诡异 在对深入的检查后 父子俩发现 女死者胃部出现了能麻痹神经的曼陀罗花 还有被一块布包裹着的女士的牙齿 不上也有符号的 父子俩得出结论 女士生前被用毒麻痹捆绑四肢 折断舌头 深吞下裹着自己牙齿的布块 用刀猛似身体 最后活活烧死 明显是一场祭祀行为 此时诡异的事情开始发生 收缘机直接自动播放 儿子害怕想要离开 但大明还在对尸体解空 发现皮肤剥开 内部刻有奇怪的图号 就在此时 灯管炸裂 冷冻枪尸体失踪 父子俩害怕得要死 火树逃离现场 但是路上遭遇重重阻隔 只能硬着头皮返回挺吃房 准备焚伤尸体 但是火是蔓延开来 大明只好把火灭了 火灭后 竟然发现尸体毫发无伤 父子俩商量 只有些堪语屈秘密才能逃离 于是将女士大脑放在显微镜下 竟发现大脑异常活跃 这个消息证明 这是一具活着的尸体 两人吓得魂飞破散 然后根据奇怪的符号查询得知 这是一些在实习数据英格兰的女孩 她们由于遭到诬陷 悲然当作是女巫 然后遭受诅咒 能一直感受痛苦 这些尸体怨念深重 让所有接触过她们的人 再次体会自己的痛苦 大明健壮用自己当作地体 一切大明就被女士活活折磨到死 这个时候女士的伤痕正在慢慢的愈合 小明健慈恐住的跑下去 但是紧张之下车下楼梯 叫监警察到来 没有任何的发现 无奈只好把尸体拉了回去 并请高明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或是有什么好的提议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哦